部分的话,我们大概是讲到第五个单元 然后今天的话,等于是第六次上课 基本上会讲第六单元部分 上个礼拜的重点大概有几个 包含就是说 如果你想要把资料做一个查询系统 查询系统的话,当然以前大部分都是借由资料库 也许你还要再利用Seql语法 然后再去做一个筛选条件 比如用Slide开头的Seql语法 但是如果你今天不用资料库 那你也不用Seql语法 其实在Eseo里面就提供了还蛮完整的功能 但是你可能需要会使用所谓的Eseo VBA里面的所谓的筛选 筛选实际上就是哪一个工作表的哪一个范围 后面它有带了一个方法 那个方法叫Auto Filter Auto Filter 后面其实就带两个参数给它就够了 一个是哪一栏,一个是什么样的条件 它就帮你把你要的资料筛选出来 筛选出来我们再借由那个范围点Copy Copy到哪里呢?Copy到另外的工作表 不过在Copy过去之前你可能要新增工作表 跟重新命名 这些前面都有讲过了 其实每一个动作 每一个动作 其实基本上就是一行层次 其实相较之下并不会太困难 只是说你要怎么样灵活的去把这些东西做应用 这很重要 因为最后你要会用 大部分还是要熟悉 也许你刚开始没办法一下马上就非常熟 不过至少你要能够懂得 至少我们上课的东西 我是把它放在第五个单元里面的程式 如果有些时候你假如忘记的话没关系 你就拿之前的程式来做一个参考 像我这边上面都有 分割这个工作表里面用筛选 那新增工作表有没有重新命名 Auto filter OK 你会发现其实最重要就是这个东西 Auto filter 那前面一定是一个range OK 那后面的话就是哪一栏哪一个条件 那条件如果是 就是这个在某一个除尘格 你可以指向某个除尘格 那其实上面 前面这个fill的这个等号这个可以拿掉 quiteriae这个冒号等于这个也可以拿掉 OK 你就放这很简单就可以了 OK 那底下的话是p次的 然后还有单次的 我们前面 那再来的话就是所谓的 这一个 再来的话其实就是我们的房呆部分 那房呆基本上我们 基本上想到有几种房呆 第一个就是他没有输入资料的话 怎么做 输入池 这个是 OK 那今天的话呢 我们接下来一句来看 就是在单元05里面 我有放了一个用枢纽分析表 来做资料的分割 那这个其实蛮 这个是 因为我在上那个VBA 枢纽分析表与VBA的应用的时候 我会发现其实 输入分析表 其实也可以跟VBA结合得很好 也就是说呢 你以前讲到做报表之前 你不用输入分析表 先产生你要的资料之后 然后你要把资料 也一样可以做资料分割 OK 那只是说我如果以前的做法是必须 你一个step一个step 用滑鼠就是慢慢去选到你的资料 然后再慢慢一步一步的做出你要的爆表 可是如果说这一整串的动作 你希望可以像之前一样按个按钮 按下去 自动就完成的话 那这部分该怎么做 那当然这个地方其实复杂度 还蛮有点难度的 不过基本的那个功能跟那个精神 其实跟我们之前讲的其实都类似 也就是有些功能 如果你不会写没有关系 你可以用录制聚集的 像苏纽分析表 你要使用它 你也可以在产生苏纽分析表之前 你可以录制 不过但是录制完之后 你要特别注意 要修改哪些地方才是重点 因为我发现很多人想要把那个 苏纽分析表跟VBA结合在一起 但是问题还是会卡在某些地方上面 比如说哪些地方 我先demo给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呢 如果我今天能用苏纽分析表 已经开启了 关一下 就这个 那假设一般我们苏纽分析表 不怕又插入什么 插入这边有个苏纽分析表 有没有 那假如说我希望 一样根据业务人员 去做一个苏纽分析表 那当然我这边有个录制好的去录制好的 按下它 自动帮我产生 比如说我想要统计 哪一个业务人员 他的业绩就是他的总价 OK 总价把它加中起来 他的业绩 我先把他用千分位符号 看起来比较清楚 然后把小数点去掉 他的业绩多少 像蔡朵他是 他的业绩是千万 百万千万 三亿多 三亿五千多万 有没有 那假如说我今天希望统计 各个业务人员的业绩 是多少的话 OK 那以前的话 我们大概用苏纽分析表 来做是最简 可是问题 我要怎么样可以快速的 把这个动作做出来 OK 有没有 你会发现 其实我是用聚集的方式来产生 而不是用什么 不是我们还要再做 那如果你要做的话 你如果不会写这个程式也没有关系 你可以怎么样 用我之前讲的录制聚集 那录制之前你可以等一下彩排一下 其实他基本上很简单 插入什么 苏纽分析表 范围先选取 他自动帮我选到这个范围 那基本上只有两 只有我要的就是两个栏位 两栏 一个是什么 一个是左边的部分 是业务人员 所以你可以把业务人员放在列的地方 而且你会发现业务方进来 它有个特性 顺务分析表会自动怎么样 帮你做什么 移除重复 有没有发现 过来不就等同是我们之前做的那个动作 移除重复 对不对 然后如果你要统计它的 比如它的那个业绩 业绩的那个栏位是在总价 那把总价这个栏位 把它拖拉到值 值的话意思说 就帮我 如果是数字他帮你加总 如果不是数字他帮你算几个 OK所以你拖拉过来你会发现 这个地方 它就自动怎么样 帮我把这个业务人员 全部都帮我的业绩全部都做出来了 然后呢我可以 再用千分位符号 然后再把它小数点去掉 马上业绩就可以算出来了 那当然了 你如果每天都要做 而且你要做的报表很多的话 那你不是每天还在做 那所以如果说 这个部分可以结合VBA的话 只要带个参数 然后你要哪一些参数变动一下 哪一栏哪一栏 然后马上就有你要 而且每天都要做的话 那如果可以自动化 可以省掉很多的力气 这第一个 第二个如何把那个 像我刚刚做这个动作 其实你们等一下可以试试看 把这个动作录制下来 然后呢 再来的话第二个 如果我今天希望把他们每一个 这个有点像是我们做什么 做筛选 筛选完之后 比如说根据小咪嘛 有没有 找到小咪的资料 然后帮我把这个小咪的资料 怎么样 放在一个新的工作表 那个工作表就新增一个工作表 然后命名为小咪 然后把那个小咪里面所有的资料呢 帮我抠过去 那其实跟各位讲 这个动作 樞纽分析表也一样具备 而且很简单 后来 无意中发现 这边快速点两下要怎么样 它就开起来就是什么 小咪的所有资料 就等同是我们之前 用筛选的方式所得到的结果一模一样 而且如果你用这个方法 点两下 你会让程式更简单 我记得好像只有两行程式而已 那如果不会的话 一样录制聚集就好 有没有 如果说你要把每一个每一个都自动产生的话 那其实基本上 你就这个执行完 换下一个换下一个 直到这个为止 它就自动帮我把所有的工作表 通通都做完 所以我把这个结果给demo一下 这有三座工作表 但是它新增的时候 你会发现它都会新增到那个before 不会到after before 在右边 不会在左边 那当然如果你要变动 放在 右边的话 你可能要修改一下参数 如果我先不改 那第一个 假如说我要先什么 产生一个 这个 数据分析表 我用刚刚那个聚集录下 那第二个的话 我就利用什么 刚刚讲的 直接在这边点两下 然后呢 自动帮我产生其他的 我把它录成聚集 并且跑个回圈 它就可以自动帮我把 这个从菜头到小张 菜头到小张的所有的工作表 自动呢 就帮我产生了 OK 所以你会发现喔 不是只有用那个 上个礼拜讲的那个筛选方法可以做出来 其实 枢纽分析表一样可以完成 OK 那里面的程式要怎么撰写 我想请各位先试试看喔 这边几个比较重要的功能 我再把重点提示 1喔 这边是喔 插入这个枢纽分析表 有没有 它会自动选起来 2的话呢 我要根据业务 当然你也可以改改其他栏位 比如说我要统计 那个业务人员喔 然后他们的业绩的排名 到底谁高谁低 OK 如果你要排序的话 甚至你可以 把游标放在这边 让他可以做什么 排序 比如说谁的业绩最好 那你就立到 立到A 他就自动排了 所以业绩最好是什么 菜头 当然这个地方 你可以把它加进来 然后再按照业绩 要按照那个业绩 去做排序 OK 有没有 然后再分别再把 这个地方点两下 再跳出来 不过你会发现它跳出来 它会把这个当成一个表格 有没有 而且表格名称会跳出来 OK 那 特别主要 这个表格 有个特性 它会自动上面就是 猜拳条件 其实表格 就是 实际上就是table 所谓的table 就是跟资料库里面 那个table 是一样的意思 也就是说 它跳出来的东西 你自动就帮你把它放在所有的资料 我觉得翻译成表格 应该叫资料表 就帮你把它放资料表里面 一个一个做出来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我们待会需求 一先把这个先做出来 二的话呢 再利用什么呢 利用这边已经做出来这些东西 快点两下自动怎么 自动帮我分割成 从菜头到小张的个别工作表 怎么做 来画面先还给各位 试一下 所以主要是应用 苏纽分析 当然苏纽分析表 还不只这些 你可以延伸 所以这个部分 如果你懂得延伸的话 你就可以很 我觉得很灵活的 可以把 苏纽分析表 跟VBA结合在一起 也就是以前 如果你要 你经常在使用 苏纽分析表 帮你产生 这个爆表的话 你就可以 跟VBA结合的话 就可以达到 所谓的爆表自动化 的这个目标了 其实 里面怎么结合 我待会说一下 那 怎么样 可以 把录制下来的东西 录制下来的层次 都会做修改 那请各位先试一下 發生 阿尔 你们下次见